舒淇仙女下凡 久違參加大陸真人秀 亲自爆料 当初根本看不上老公冯德伦 现在人家跟我讲说 我们跟你们 我其实几年前没有在一起 所以说 舒淇和其他14位艺人 一起录制真人秀节目 体验群居生活 就算付出劳动 流汗一整天 累到披头散发 也丝毫不及的女神光芒 许多艺人想也想不到 此生有一天 能跟自己的女神 一起录综艺体验生活 我最近经常在那个短视频上 刷到你之前的电影片段 太美了 所以我现在很丑 没有 就是 现在多了一分就是 成熟感 怎么说 就每次看你的电影片段 人都想 天呐 我现在居然跟这样的 绝世美女认识 那是曾经 现在人家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跟你们 我最近几年前没有在一起 人家就说 你开不上的 来的 而且你要这么帅 怎么可能会看不上他 我就说 我所做的都是 刘德华 可能金城我 都在偷偷 那个时候真的是 太帅了 爆煞答案 让网友超嫉妒 这种仙女才有的烦恼 孙妻老公一点都不手软 舒淇和冯德伦 自2016年结婚至今 鲜少公开放闪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夫妻分隔两地 舒淇也在社群平台 放上老公的照片 都去写下自己没人管 终于自由了 冯德伦也宠溺回复 谁管得到你 就连庆祝生日也是放张丑账 一来一回透露夫妻俩 像是20多年来培养出的好感情 我就特别喜欢他结婚 他跟他老公结婚 有一天我记得特清楚 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舒淇 在哪里来着 在 杰克布拉德 然后我给他发短信 你怎么结婚 很美的结婚 你没有通知芒姐吗 不不不 没有一个人通知 她是临时的 不过特别符合你的性格 你知道我前几天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特意地穿了西装去 正装去 结果后来呢 你知道吗 我遇到几个我认识的人穿着T恤去 哦 还是花T恤 关键他穿T恤 他还问我说 哎呀你怎么穿的跟新郎似的 我其实其实挺 挺觉得不对的 因为你们怎么能穿这么随便啊 其实像我以前小时候 我去纽约看他的那个 Oprah 排队进场的时候 然后都是穿顽礼服 我就知道 T恤牛仔裤 破布鞋 还破 破牛仔裤 你进去了之后 我觉得你有两个感觉就是 你穿的那个样子进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是生利其境 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在参与这个社会 但是你如果穿的就是比较不得体吧 也不能说不得体 随便 随信吧 那你就只是一个旁观者 像你去参加婚礼 那你就是旁观者 而不是你是一个参与者的感觉 哎 这个说法很好 肯定了我 那人家结婚一定得梳妆打扮一下 是啊 我最多穿的不要那么漂亮而已 女孩子 他没有穿那个凡尔赛 回想当初两人闪婚 也是下翻一堆群内好友 不过为什么结婚地点会在捷克呢 据说是因为当时舒淇 在拍摄冯德伦指导的电影 两人随性自然的个性 临时起意就在当地拍摄婚纱 宣布唏嘘 而电影《侠盗联盟》 也就成为夫妻婚后 首度合作的电影 是好 我记得你本来想结婚是什么 这次刚出来就叫你帮忙 你再怎么一般跑 我们的心拍当怎么样 让我来介绍一下 年度美贼 叶红 哇 还好吧 不错啊 陈小宝 如果你有做功课 你就知道我在駭客界的名声 他在准备 好啊 有人就齐了 告诉我计划吧 宣传电影时 朱祺和福德伦被问到 夫妻是否会再次合作 齐哥却这样说 我有被我一天 没有被我一天 没有被我一天 没考心啊 没考心啊 你怎么会被我一天 觉得我18、20岁 现在时时会有一个 弹弹世界的 感情 其实一直都是 紧张很多的 对我以前来说 一年多拍一步 以前一年拍好几步 这个真的要看一看 可能我都会觉得 对不对 或者是他时间上 很多人上 但是我想 远期内 那我就不自动了 除非他做东西 没什么逼要 我觉得不需要 对啊 始终我爹是这么好 你理我 我都以为他偷懒了 哈哈 而同志的刘德华 颖哥双七 也是大家心目中的 不老男神 近期被传出 他将参与大陆 非常流行的 真人秀节目 尽管华仔坦言 从来都没有 综艺节目计划 但如果激惜他们 或许华仔有望在 陆众中展现真实的一面 那地什么唱歌的 什么比赛 有没有找你去做 做什么导师啊 或者做什么 就让你去参加 有 你怎么不去 我不敢 为什么不敢 不知道 我怕 我还没到老式的那个 就觉得 因为我们看那个节目 他们都会觉得 嗯你这个第四个 第四个音阶上面 有一点问题什么 他们可以讲到 这个曲是什么 哦他在唱 我听不出来 我没幻想 我觉得你是可以的 我不敢 我不敢 我好话的当歌手好了 不要当导师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梦想 是 我们四大天王去做一届 做一届什么 就是那种 那种四个导师 哇 然后 这个是我梦想 推一下广东哥 广东哥太久没有了 嗯 这个是我梦想的 这样 节目一出 网友纷纷赞许刘德华的真诚 能够面对自己的短处 也展现了对工作的原则和责任心 华仔魅力值瞬间爆棚 不管是天王级的刘德华 谦虚的说自己还没有资格当导师 还是书籍在真人秀节目中 和其他艺人不分你我 放下身段的清明作风 或许都是作为天王天后 之所以能够被观众 长长久久喜欢的原因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